2024年跳水世界杯第一站 蒙克利尔战的比赛结束了 在这一战的比赛中 有遗憾吧 但 嗯 五连贯 施则全红禅在世界杯的比赛中 再一次输给了陈玉希 无缘拿到女子10米跳台冠军 全红禅输掉了比赛 无缘冠军将真的竞技体育 谁输谁赢很正常 而且在和陈玉希的对决中 全红禅目前依旧是处于下风的 可是在赛后 全红禅被压分丢贯的声音 也是上了热搜 这是啥情况呢 在女子10米决赛中 全红禅在前三跳结束后 落后了陈玉希10分 关键的第四跳207C 全红禅和陈玉希都出现了失误 两个人都交出了75.55分 这也让最后一跳显得更外重要 陈玉希的最后一跳5253B中 陈玉希得到了86.4分 而全红禅拿到了92.8分 而这一跳的争议是 陈玉希的这一跳只能算是正常发挥 她的腾空不够 空中体态有瑕疵 入水角度虽然还行 但是没有压住水花 水花最终还是冒了出来 可即便如此 还是有裁判给出了9.5分的高分 这也是粉丝争议的地方所在 而全红禅最后一条堪称完美 其中有三名裁判给了满分 四名给了9.5分 全红禅最终得分是92.8分 两者的最后一跳相差了6.4分 最终全红禅以3.9分的分差 无缘冠军 3.9分的分差 这让很多全红禅的粉丝认为 全红禅被压分了 因为他们认为 全红禅最后一跳的得分应该更高 同时 陈玉希这一跳的评分 不应该是86.4分 他们认为全红禅完全可以 凭借着这一跳逆转比赛 只是被裁判打压了 为了证明他们的说法 这部分的粉丝也是晒出了比赛后 陈玉希和全红禅退场向观众质疑的时候 陈玉希这边是笑脸盈盈 而全红禅这边则是绷着脸 全红禅真的被打压了吗 或许从颁奖仪式前 全红禅的反应就能找到答案 全红禅为何板着脸 刚输掉比赛 全红禅内心失落是正常的 可是随后 在颁奖仪式前 全红禅站在角落和吹风机互动 露出灿烂的笑容 我们就能知道 全红禅肯定没有被压分 否则 他不会还如此开心 而讲真的 这些看起来为全红禅鸣鸣不平的呼声 其实也给了全红禅另外的压力 跳水皇后高敏 此前就说过 全红禅现在巴黎奥运会未免 将面临非常多的压力 所以想要让全红禅能够出现在巴黎 并且有好成绩 还是给全红禅一个好的环境 让他快乐地成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